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歡迎收看TCMoney 今天是1月17日 星期二 行指方面是高開的 高開是1801點 做22,819點的位置 升到8點 但現在升幅收窄 正在升70點 22,789點 期指升42點 22,806點 高稅20點 成交張數5,100多張 成交金額13億多 另外國次升8點 9,674點 今早高開到8點 主要是多謝騰訊 騰訊上升199.9 現在最新升2元 升1% 做198.7的位置 帶動大市可以向上 另外南籌股方面 升得比較好 以前要重組的國泰 現在升1%的國泰 去到10.98的位置 另外電能方面 繼續做好 今天是73元的水平 昨天都見過 現在是73.25的位置 升大約1% 其餘的南籌股方面 看到長實地產 昨天跌得比較多 今天升大約1% 升大約1% 昨天跌得比較多 今天升大約1% 今天升大約1% 做50.05的位置 升大約4.5的位置 行指升大約64點 22782點 為何這麼安靜 因為美股昨晚 是馬丁路德金紀念日 沒有市 但歐洲股市方面 英國股市 尤其連升了15天之後 終於要倒頭向下 歐洲股市普遍都是跌 所以今天可以高開過百點 都有少少離奇的狀態 留意現在最新 在內地股市方面的表現 昨天很肉酸 尤其是創業版的表現 今天三大指數都跌 大約0.4%至0.6% 上正跌18點 3084點 跌幅比較大 另外深淨跌40點 9672點 護深跌14點 3304點 創業版跌0.5% 現在是做1821點 昨天的波幅都比較大 其實創業版的波幅有6% 深淨城市有5% 上正和護深的波幅都有1% 但美市很明顯有隻手 是托上來的 所以美市的時間 只是跌幾點而已 都知道很奇怪 但在成交方面 有少少端危可以看到 因為成交方面 我們看到有五千多億 兩地成交 也都是今年來 首次突破了五千億的位置 反映的沽壓都非常沉重 另外創業版方面 其實已經八年跌了 創業版 市場關注資金面的風險 最後靠銀行和非銀金融這些權重板塊 在午後力玩狂難 包括了招行中國泰保 反彈 收升到2% 拉回市場上去 但創業版方面 在八年陰之後 創了2016年3月以來的新低位置 普遍分析說 創業版近期的調整背景 主要是全量資金博弈底下的 估值收復 說得這麼圓 會不會是資金面有壓力就行 所以創業版方面 嘩 現在又有手托著 現在創業版只是跌2點 就是1828點 護深也是跌9點 深淨也是跌9點 深淨9704點 護深300就是3310點 可能戰場 今天會比較留意 多點就是內地股市方面的表現 至於油方面 跟大家看看 現在在亞洲時段 正在升14美先 做52.51美金一桶 我近來去入油 貴了很多 原來真的去到50元樓上 我們這邊香港尤其是 減就比較慢 加就比較快 所以油方面我都多了一成 比多了一成 也挺貴的 另外金正在升7.6美金一盎司 現在是升0.6% 做1,203.7美金一盎司 卓星 我知道的 大家今天看到 回來是賣了盤 相當之巨量的問題 現在正在問 讓我講解開市重點 其實卓星是梁杰文和蔡進的推介 我都可以問兩位 因為我自己本身沒有貼這個股品 但是昨天看到 因為他用一個7.2的價錢 賣的 比浩天4.74 所以那個價錢可能便宜一點 今天會跌5% 我正在做8.5元 稍後找一些專家解答大家 我知道大家 現在我有超過20條問題 是問這一隻 大家可以留意 好了 既然外圍方面比較安靜 我們留意一下 就是復牌、停牌的股份 103 北京體育文化是短暫停牌的 停牌前是報1.41 暫時未知道103的停牌的原因 另外復牌方面 有創業版的中國漢瓦 8312是復牌的 見到 哇 復牌都沒有成交 8312現在是1.24 他們控股權是逆手 逆手被誰去到標誌環球投資 折讓四乘七 提出全面收舊 中國漢瓦宣佈 和控股股股東國瑜環球 已經向標誌環球投資出售5億1千多萬股 佔以防股本大約是6成9 代價是3億3千多萬 很合理 現在創仔一隻的殼大約都是這個價錢 相當於每股銷售股份是0.6529元 即是6毫半左右 完成之後 國瑜環球不會再拿著公司任何股份 至於要約人要按現金方面 即是剛才說的6毫半指這個位置 大約 給停牌錢折讓4成7 提出一個強制性的無條件要約 要約人應付的要約金額最高是1億4千7百多萬 中國漢瓦是復牌 現在暫時都未有成交 可能之前已經上來了 那隻漢瓦 不是的 其實最高是去過2元 之後就剩下頭之後 現在是向上的 但沒有成交 沒辦法 創業版 1.2.4的位置 另外南鼎 那隻582也是復牌的 折讓4成2 1公5 集資51億 那麽多 搞什麽呢 看看通告 股價現在下跌2成6 在做6千3 最低到1年的低位 6千1的位置 5公1已經嚇人 接著折讓4成2 還要取51億 很困 南鼎建議資本重組 包括削減每股面值 0.09元至0.01元 以及將未發行的股份 一拆十 生後之後 建議進行一公五 發行一千股 一千億股 一千零二十八億股的股份 公股價是5千 比上日的收市 折讓有4成2 集資剩下51億多 抵消是結欠股東 南鼎國際未常還的貸款金額之後 估計所得的剩額不少於7億9千多萬 持股3成4的南鼎國際 承諾按比例接立公股 兼且包銷501億股的公股股份 公股完成之後 每首買買單位由5千股改為6萬股 非常複雜 首先完成之前的股本重組之後 再做一公五 折讓是4成2 用來做甚麼呢 還錢給他媽媽 接著只剩下7億多 但媽媽又說 持股3成多又會公股 即是說其實想低位再拿回首貨 但兒子你先還錢給我 還錢給我 還錢給我 我還用低價的手法 再買回住回來 最受害都是小股東 現在是6千2 墨跌2成7 舉腳投票這些當然不喜歡 擺明就問我拿錢 現在6千2跌2成7 應該是跌幅最大的港股 暫時現在 是否果然是排第一位 跌第二位那隻都不太欣豬了 跌第二位那隻跌2成3 標準資源91 計劃二合一 之後再二公一 又合又公 又合又公 麻煩大家 將它列入黑名單都可以 不用想 又合又公那些 通常很多人之後 就會問這隻怎麼辦 沒得怎麼辦 既然公司這麼多財技 跟你一起玩 你都很難在裏面生存到 現在跌2成半 做6千 最低到1年的低位 就是5千的位置 我記得這隻過往的紀錄 都不太好 很簡單 如果你們看過往的派息紀錄 就會看到 11年又是合併之後 一公一 公股價是9.8千 然後再二合一 11年已經做過 然後13年又是合併之後 10公一 公股價是13千 然後又再二合一 然後到14年 15股就送兩份2015年的應股證 然後2015年再四公一 然後到年尾 再來5股送一份2016年的應股證 我想你都不知道自己買的時候多少錢 所以不要搞了吧 91 這裏真的相當之厲害 完全沒有識派 但不斷送一些應股證給你 但你也是散修修的 然後又合股 又公股 我不會幫你計算你那個 本身的價錢 所以勸你還是不要沾手 現在5,900 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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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再看恒指先 因為期指已經下跌 下跌 期指下跌8點 22,758點 恒指下跌11點 22,729點 今早上跌過百點 縮水了 現在見到 上跌最多是國泰 國泰10元的位置 真是告訴你 真是頂得住 頂得住就有運行 頂不住 穿了就給他 真的不穿在10元的位置 現在是11.06元 正在升1.8% 最高是11.2 一個月的高位 明天會舉行一個領導會議 宣布一個新發展的策略 不排除裁減員工 重新調配人手 因為之前我想 國泰都被人罵得傻了 一來那些燃油對沖的 調期合約又做得不好 說不見了一百三十幾億 然後又說現在很多廉航的競爭 他們的票狗離地 又說服務逐漸做得差 所以我想國泰都要謀求一些出路 因為始終我們香港人很喜歡搭咖啡 所以我想它要有少少的變化 現在升1% 在做11元的位置 還有繼續看 通告方面 剛才提到的卓星 等我先說了卓星的1341 那份通告 有浩天474提出全9 折讓價每股7.09元 卓星現在跌8% 去到8.02元 卓星宣布得到浩天收到7億5千萬股股 相當於卓星企業 現時已發行的股本 7.5元 不是收到2.9元 總代價5億9千多萬 相當於每股大約7.09元 浩天按例 需要提出強制性的無條件現金要約 要約價每股7.09元 比之前收市價9.09元 折讓1.2元 浩天作為要約人 將會連同卓星 以合理努力維持股份上市地位 並且按照上市規則 足使公眾人士持股量 不會少過2.5元 但回來 因為7.09元 這個要約價 即時折落8.01元 現在跌1成 很有趣 通常說了賣學後 大家會看價錢 但後一段時間 因為我現在見到這樣的情況 有些一開就跌高 但因為它現在用一個7.09元的價錢 其實它都很聰明 因為其實你看看上升股價 又不是高位 它都還可以再壓多1成多 提出收夠 我估計474應該是升 先看看 474 是的 474好天 現在正升計484 正在做三豪兩先半的位置 因為昊天入主 我覺得股價已經不是高 以前都會用那種價錢 所以,也在5億千元前買了7.50元 它的價錢ging 但一三四一 估計可能要調整一段時間 待對其收新時回 precisa 才會站穩い 即時可以面臨一些壓力 不過成交今天只有三百多萬 稍後看看今天有沒有對的嘉賓可以問一問 另外盈利預期方面有半身股 中糧肉食1610 去年最少賺8億5千萬人民幣 現在急升8% 做過六 最高一個月的新高 去到1.68元的位置 想不到中糧是這隻都有盈利預期 不過之前506那些都有 這隻半身的今天都去到百分之八的升幅 談到這裏先說歡迎大家WhatsApp 電話是66334386 還有歡迎大家分享這個帖子 可以大家一起看 YouTube是否沒有直播呢 咦我要問一問 現在正在直播 朋友剛才看到 現在正在直播 可以再看YouTube 因為YouTube很多勇等都挺忠實的 因為他們那邊有高清體 可能他們對畫質方面有些要求 我們先談到這一套 稍後回來會和古佬K一計